Hello,大家好,这里是主机游戏速报,我是你们速报的真灵讯啊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最新游戏试玩呢,是刚刚放出了这个试玩版的一款国产游戏啊 名字叫做人格解体啊 这是一款克苏鲁跑团主题的RPG游戏啊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试玩一下这款游戏 来吧,进入游戏 意识有远即近,无尽星空,自苍穹笔端洒落 储藏万千书册的图书馆中 少女空灵的声音从书桌对面传来 星之药扭曲的时间线依旧存在 现在开辟的新时空还很脆弱 为了图书馆能够运转下去 星之药,我需要你去往各个时空旅行 去影响历史,而后将那点滴的改变带回这里 这会成为填补时空的力量 怎么走啊 这是含有时空信息的书册 你可以通过阅览书册中的信息 来决定接下来去往的时空 OK,这里是什么 你需要合理的关联者才能介入历史 否则将无法独存于世间 你可以在此处同合适的关联者建立联系 在之后的旅行中 你将和他获得相同的身份和经历 这里是什么 图书馆连通着穷极之门 而穷极之门的背后便是无穷尽的时空 在决定好时空书册后 我才会为你打开大门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明白了 索托斯,这是我们男主是吧 亚男 他是怎么回事 哦,这还有个女生啊 你看向一旁啊 图书馆的左右侧出现了一此地 隔隔不入的景象 闪烁着光芒的巨大铁盒就是电脑呗啊 某种存在着毫不客气的霸占在那里 双手摆弄着一个带着按钮的奇怪手柄 这在玩游戏是吗 这个人是谁啊 你少见的看到索托斯露出了无奈的神情 他用手抵住了自己的眉心 这个,索托斯是不是也很无奈 这好像是神棋的棋,对不对 我与棋已出现,达成了共识 OK,那我们走吧 希望他不要再添麻烦了 怎么走啊 哦,这是手柄的 我们走了,去看看有什么鼠可以选 F交互 不是 你这个手柄只做了移动是吗 没有做交互 选择旅行的时空 怎么选择呀 看一下 目前我还没有选择任何的历史关联者 哦,要先关联角色 然后再选择书啊 看一下交互 查看角色库 创建调查员 人物的属性 我们还有95点的这个剩余属性分配啊 给生命一点呗 10点 12点吧,OK 意志 精神值 50,OK 智力 智力可以拉高一点 哎呀不行,我没点数了 然后伤害 闪避 OK,闪避差不多了 徒手伤害 力量我们给他稍微提一提啊 1到4 又感觉没必要这么高 还有5点是吧 给他了,OK 职业 学者 金币500 警察 打手 暗杀者 保镖护卫 斗殴 射击 运动引力300 侦探 谜题将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450 医生800 心怀慈悲 旅者 1000 运动交涉 能够巧合 选个什么呢 选一个打手 侦探 选一个旅者吧 好吧 继续 人物的技能 人物的技能 斗殴 加一点 射击 加一点 运动 给他加满 聆听 加两点吧 关注 加两点 神秘学 加一点 哎 但我感觉我这个加点都是完全瞎点的 OK 继续 人物的外表 看一下啊 还是选个 选个妹子吧 这个感觉还蛮好看的 好吧 这叫他 Lily吧 对吧 Lily 他的幸运特质啊 破碎记忆 部分时间的选项无法选择 每一个特质都有一个属性啊 个人主义 进行事件选择是选择信念选项 叫恢复精神值 每次进入心模组精神值恢复十点 前十项 经历特质 无法进入沉睡特质是吧 听天由命 你的大成功区间 你的大失败区间 执着 部分时间的选项 个人力 选这个吧 怎么选啊 哦 这个好像是选不了的是吧 他就好像四个都有 就是这四个其实都是你的 琉璃之所 无法通过信念 再投 哎呦 45 65 欠了一大笔钱可还行 完了 幸运值变20了 给我来个高幸运值好吗 60 家庭创伤可还行 就这个吧 OK 就选他咯 这游戏感觉还挺复杂啊 谎言与欺诈 模组时长 中等 近代 调查员的身份 任意 怎么感觉还有点这个 桌游那个角色扮演 那个味道啊 是否跳过剧情 不跳过呀 这一次的时空旅行 将会去往1877年的时空 你面前是你所在地 相关的信息 克里夫兰在六年前遭遇了一场罕见的大火 大火事件后只有六座建筑幸存 其中之一便是圣迷俄尔堂 但灾难也促使了当地重建发展 短短六年间 当地的经济规模 当地人经常去往的教堂 据说主教是一位高明的医学专家 他将会成为你历史关联者的委托人 谁啊 富商谢尔曼 拜托管家找到了你 希望你立马去往这个教堂 他有一位非常可爱的女儿啊 但貌似身体一直都不好 幸之药物的力量会保护你 让你躲避真正的死亡 但你依然会体验死亡的痛苦 你可以选择时间重塑 将你影响的历史抹去 OK啊 开启是否前往 立即前往 哇哦 走了 穿越时空 开始时空旅行 莉莉 好 国外的道具 食品 风带 都带上吧 风衣 引力加石 进入穷极之门 委托人急匆匆的找我 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先跟委托人会合 但委托人在哪啊 去往教堂的大厅 OK 啊 这个就是那个富商是吧 主教 主教上次你成功救治好了我的女儿 这次也一定帮帮他呀 哎 他女儿是不是已经不行了呀 你无需如此 主也不愿高扬们忍受痛苦 从身上掏出了一些药物给少女俗下 他不会把他女儿变成怪物了吧 哎 女儿醒过来了 埃琳 而且这个女儿是没穿衣服呀 穿衣服了 应该是穿了个吊带 他们的声音好吓人 我害怕我一个人呆在家 你再也不会喝走掉 父亲很心碎啊 因为经商 所以一直要走 总感觉这个主教是不是有什么秘密 一看见主教离开时露出了一副哀伤的表情 赶紧去找一找委托人啊 他看向了你啊 你看得出来他现在很焦急 你应该看到了 我女儿就到了一个奇怪的病 经常无征兆地休克失去意识 那帮拥移 虽然怀斯曼每次都能让埃琳醒来 但每次回去后还是会复发 他们一定有其他的阴谋 但为了我的女儿 我现在不能和他们关心了一下 你怀疑女儿的病是和教堂有关 需要我找到证据是吗 好的 OK 获得线索 性欲值提升 金钱数提升啊 但是金钱我可以干嘛呀 这是啥 这是存档 OK 这个呢 这是我们的装备啊 风衣 哎这个要装备到哪啊 隐秘提升 OK 查看一下我们的背包啊 资源重要事件 道具加工 查验魔法 没有魔法 我又不限索 希望你能在教堂找到线索 OK 那我们在这看看呗 马库斯你不要过来 谁叫马库斯 感觉这个人精神好像有点失常啊 对话 这是本装定精美的出版书籍啊 上面写着书名 繁星圣典 给了我们这本书啊 获得了繁星圣典这本书 哎 我感觉这个书可能是有问题的 使用 哎 怎么博学直接降低了 是什么鬼啊 获得特质 接触学学学教可还行啊 这就是有这个特质让我们更好跟这个主教沟通是吧 来不来点这个 什么东西啊 圣灵机 是干嘛的 金钱减少了 忍过金钱就能再领到圣灿了 感觉这个圣灵机应该是有问题的哦 绝对是有猫腻的 我们来看一下 资源物品 有一种奇异的香味 回复所有生命值 OK 我们去找一下主教啊 主教刚不是进这儿了吗 查看 教务物准备房间 非教会人员物净 能被锁上了可还行啊 进行聆听 好是 这怎么弄啊 幸运值成功了 房间里面很安静啊 一声闷响 仿佛有一个厚重的箱子吊在了地上 最后你听到了一段像野兽一般的喘息声 里面好像有这个 是不是有这个地牢啊 哦 哎 我操 失败了 再来一次 怎么还是失败啊 这个东西到底应该怎么样才能成功啊 隐匿30 成功了 不容易啊 看来我们的属 哎呦我操 看来我们的属性是会影响这个机关什么的 理智简直 我操失败了 怪物好吓人啊 要跟他打架吗 我操还有战斗 射击 射击 没有没有满足条件啊 法术呢 没有法术啊 那我现在应该干嘛呀 那我现在应该干嘛呀 道具调整 20HP 每回合回复三点 这我只能跑吧 隐匿 隐匿 先隐匿起来 我怎么跟他打呀 隐匿失败了 我操 闪避成功了 攻击吧 使出全力 隐区 隐匿 都自治 来吧 没有选择行动目标是吧 就一个人你还让我选啥啊 闪避失败 快 我选了八点可以啊 再来 再给我成功 成功 感受痛苦可还行 哎呦 坏了 给我上buff了 无法控制自己正确的攻击目标 这你妈他只有一个人 这这还需要控制啊 完了 人家还每回合下三点血 我的妈太痛苦了 坏了坏了 我还掉血 道具 哎呦 这最有使用道具 这回三点血 他 完了 又闪避失败 操 这一上来就死了 这真的打得过吗 啊 消色 我们来试试 不满足使用条件 命中呢 你别加五十 跑跑 跑呀 啊 闪避成功 看跑 哦 成功了 我操 我根本就没法跟他打呀 我现在连个法术都没有 这里应该藏着什么东西 这里呢 呃 面包 奶酪 这是什么 拿走 还可以拿人家东西是吧 啊 查看 采取行动 这啥 桌子上放满了这个丰盛的食物 呃 一扫而空 试试 哇 获得了好多物品啊 收购 泼丰 烫 我们这还是个强盗是吧 这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啊 闪光 查看柜子 药剂和衣服香 拿取物品 OK 还有嘞 把那个衣服也给拿了吧 普通的男士中年服装 有一本童话书啊 玫瑰公主 童话书已经泛黄啊 里面大致记录了这样的故事 美丽的公主受到邪恶的 妖婆的诅咒 在16岁时被 仿电刺伤 手指而死 但由于代表善良与智慧的精灵 用魔杖赶走了妖婆 她得以幸免一死 但是要沉睡一百年啊 玫瑰公主 感觉怎么感觉有点像这个睡美人啊 童话公主 幸运提升 这还有其他物品吗 也就没了 我们看一下那个童话公主啊 总感觉 这个童话公主里边 应该还有什么东西 整个王国一起陷入了场面 故事的结尾是大团圆 是在结尾 众人苏醒公主 幸福的火下去 感觉不太对劲啊 这里呢 查看一下 桌子上有很多药剂组合的配方 查看一下这个医学书籍啊 博学见底啊 失败了 再来一次 给我成功 满了 不能浪费我们的幸运值了 我们的幸运值太低了 翻看一下日记啊 其中有三条吸引了你的注意力 1871年 真的好像那个名叫艾琳的女孩 怎么会如此的相像 这个药剂的实验是有效的 能欺骗大脑来造成相似神经麻痹的效果 但是会有副作用 我的身体已经支撑不了多久了 起事的日子快要来临了 感觉讲了一个好像很奇怪的故事啊 这里是已经结束了是吗 这里好像有东西 没有 上边这有什么可以拿的吗 这里好像也没有了 那我们出去看一下 好像得让那个谢尔曼他们赶紧跑 不会说那个怪物出来了 与谢尔曼告知他的这个发现 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 这是我从准备室里发现的 果然这个艾琳跟她是有关 跟这个主教之间是有什么某种关系的 海星你相信我并没有疯 我在调查途中遇到一个可怕的生物 我一直以为他们是为了防碍我的木材生物 哎呦 赶紧跑吧 你们赶紧离开了教堂大厅啊 她却在入口处被几个教徒拦截 还不让我们走了嘞 还请您做完见证后再离开 商会那里突然又急事 对啊 我也赶紧走了 好吧 不让我走 完了 女儿被主选中了 无论如何 希望你能再待一会儿 哎呦 感觉待会儿应该有一个 很奇怪的应该有不好的事情会发生啊 抓住他们 坏了 坏了 上前阻止 阻止他们 你们快走 我拖住他 这我能跟他们打吗 感觉打不过应该 看一下 十点 他们好像只会 只会拳击 那我也来拳击 攻击所有人 开始战斗 我的攻击力比较高 我操闪地失败了 妈的 完了 闪地就失败了 还好他们斗欧都失败了 但是我好像流血了 完了 斗欧大失败 好 坏了 坏了 完了 全是失败 射击 我现在没有啊 攻击致命部位 40 他们关键也没有武器啊 来一个 把这个干净 哦不行 我没血了 我操 我突然发现 我只是一滴血了 看来我也只能跑 这个 完了 又失败了 操 这战斗好难哦 我们运动 赶紧跑吧 运动要80 射击现在不行啊 交涉 我要拖延时间 拖延一下时间试试 跟他们这个嘴斗啊 好吧 斗欧成功 闪避成功 还好 闪避了 闪避失败 坏了 卧槽 直接被打了八点 打嘴炮呀 赶紧 新一轮开始 新一轮开始 我没血了 我得回个血 看下这敌人有什么造计啊 一套酒 回 一胶成育 啊 不行 我们得仔细回个血 他感觉不行 我一直在丢血 而且还骨折了 完了完了完了 要死了 闪避又不行 哎呦 好难哦 这个战斗难度确定没搞错吗 先躲起来 来吧 先躲一躲 麻了 隐匿失败 操 我闪避成功 为什么还打了我八点血 哎呦 能赶紧跑吧 好不好 赶紧跑 这没法打 三打一 我根本打不过人家 闪避失败 哎呦 坏了 坏了坏了 运动成功 好好好 赶紧跑了 赶紧跑了 是你妈 没有一个怪物能打得过的 必须赶紧跑 唯一能躲的地方在哪 是这儿是吧 只有这扇门了 啊 这感觉应该是剧情的安排啊 快到两小时了 怎么还没有出来 这里怎么还有一个人啊 找个地方躲起来 这能躲吗 打开木箱 把他躲进去吧 我操 里边怎么 他妈还放着头颅啊 妈 你要吓死人啊 妈了 我精神只有降低了 这我能躲得进去吗 看一下这里有东西吗 藏匿起来 教徒们追赶了上来 教徒们追赶了上来 但是没有发现我 啊 又失败了 这游戏感觉随机性好强啊 完了 这你妈你说我怎么打呀 这不又死了吗 这游戏难度确定没搞错吗 啊 这不你妈必死啊 这是什么 战斗启示 嗯 法术 关键我没有法术啊 感觉我这个属性值可能调的不太对 所以根本打不过人家 早知道我就不 点满这个 紧密跟这个运动了 对不对 放弃旅行吧 打不过啊 OK啊 因为这个试完时间的限制 我们既然试完就给大家演示到这里吧 然后先给大家试完这个游戏 名字叫做人格解体啊 是一个跑传RPG游戏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一下 游戏的试完版 目前已经登陆这个Steam平台了 这里是主机游戏速报 我是你们速报的零线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评论,收藏和点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